駕駛遇到紅燈停路口 但這個畫面讓人傻眼 明明是紅燈 左邊車子都停下來 但右邊機車騎士 1 2 3 4 5 居然一整排 一個接著一個 紅燈違規右轉 耗子燈彷彿是空氣 後面來的騎士也沒再客氣 16 17 18 居然還有汽車也違規 一共17輛機車 加一輛自小客 紅燈右轉 短短38秒 18輛汽機車大喇喇違規 似乎變成日常 萬一撞到新人 然後有老人跟小孩 那怎麼辦 萬一還是有車子 沒有看到你還是會撞到 高雄三明區這個路口 去年紅燈違規右轉 驅递36件 今年取地68件 回轉紅燈最高罰還1800元 但這個路口也很離譜 遇到紅燈不想停 干脆切西瓜 把加油站當成右轉捷徑 其實切西瓜切得超自然 其他民眾也見怪不怪 但切西瓜起法恐怕也違規 大家都不想停紅燈一定會切西瓜 警方表示加油站屬於私人土地 但如果超越停止線才切西瓜 一樣算紅燈違規右轉 小心吃法單 記者金線中黃世雲高雄報導 我是戴立剛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置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式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請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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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